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现在某个国家 那本期生活大不同 主持人就要跟各位嘉宾一起来探讨一下 到底各国的动物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一起来看一下吧 他的扁扁才是方方正正的 哎呦 陆亦 羞羞羞 来 赵琪琴请提议 要讨厌我智商了是不是 你知道松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辨别对方的吗 松鼠是 松鼠 不是就眼睛来看呢 用鼻子来闻 用摸 用尾巴 我们问大家 来 阿福 跳舞 错 错 错 看颜色 松鼠会换颜色不是变色龙吗 本期姐妹套性话 陶晶莹主持人就要跟各位嘉宾一同来回忆一下 在台湾据说被称为国宝级别的歌手凤飞飞 那虽然她人已经不在了 可是她的歌声还是永久的被保存下来了 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 有帽子歌后美誉的凤飞飞 在1968年15岁时参加了中华电台歌唱比赛荣获冠 因此出道唱歌 70年代的凤飞飞叱咋歌坛 发行过80几张唱片 唱红无数你我都熟悉的歌曲 她更为台湾流行音乐写下许多传奇而精彩的故事 今晚我们邀请到星光邦 唱出凤飞飞带领我们走过的那些岁月 也邀请到丰友会的忠实成员们 来跟大家聊聊她们心目中那个温柔贴心的凤姐 各位朋友们晚安 欢迎再次准时收看我们的姐妹掏心话 通常在我们节目当中 我们聊的是这个男女两性的问题 或者是这个婚姻 如何有这个夫妻的相处知道 但是今天这一集 我们为什么一定得谈不得不谈 而且呢这个对我来说呢 我觉得我除了是这个她的歌迷之外 她的戏迷之外 最重要的是呢 我觉得从她身上 不管是我们近距离的观察她 或者是看她的演出 她对自己的这个专业要求 本期待环球抢先看 就到这里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 大家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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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